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来到《放眼世界楼》这个环节 上集我和阿天就和大家讲了 很多关于英国伦敦的住宅市场的资料 我们今集就和大家讨论一下 究竟英国伦敦 究竟怎么买他们的物业才为之是好 怎么为之最证明的呢 我们今集继续邀请你一个Nick和Jackson的 Hello Hello 其实我们不如先讲一讲 其实很多人都说要买伦敦楼的 都说了一段时间 其实现在才来去设计 或者现在才来去想这个问题 会不会说是迟了一点点 如果你问我的话 坦白我会回答你有心不怕迟 越迟反而会越不好 我未听过人迟些买楼会赚得更加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准备好的 其实就应该出发 还有如果有自用的需要都需要买 等同很多香港人都问 其实香港楼什么时候买 只是会中间跟你说一句 如果要用就要买 我想买楼又没说早遇迟 最重要是看时机 尤其你说的是买开楼 有很多不同因素要考虑 可能当地的环境 经济发展 甚至汇率都要考虑 如果在伦敦来说 伦敦上一集说过 有不同的区分 有不同的区分 如果真的要选择一个地区 去买楼投资 现在以你们的经验 或当地落场时差 但哪一区的发展是比较逐目的呢 如果以一个投资来说 我就会选择冬念 冬念其实发展的潜力是非常之大 因为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 叫金思寨码头 因为30年前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 但现在是一个金融中心的核心地方 很多欧洲的银行在那边 所以其实它的潜力是非常之大 亦都是 所以说投资 为什么我会说投资是好选择呢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金融银行那边上班 租得起这些房子 也不会怕教不了租 所以其实它的潜力是非常之好 第二样东西 金思寨码头 我们去买的时候 可能你留意一下 一些基建的发生 因为伊利沙白线 我相信大家看新闻 都听到很多这个Term 伊利沙白线 因为它是一条高速铁路 其实英国政府也预计明年年帝会开通 其实金思寨码头是其中一个站位于 伊利沙白线上面 伊利沙白线上面最特别是 它有另一个船的金融区叫做 Litherpool Street 所以将来来说 其实金思寨码头和Litherpool Street 是一条线连接着两大金融区 其实就有少少像香港的金钟 连接着九龙湾 只需要两个站就可以到了 我听一下Nick这样说 其实在伦敦选择地方 选择楼 和香港概念也有 可以套用一些 因为在香港选择物业 最重要是交通贵途 我想普受欢迎就是 物业完善上改 又或者是一些大型基建 往返不同地区内地方面 这个概念是否也能用到 其实也是 因为我们在说过往十年 由2008年重新发展了区域 叫做King Cross 其实King Cross里面有一个叫做 欧洲之星 一个叫做连接欧洲的铁路 其次来说 它还有一个叫做King Cross St Pankras Station 亦都是我们叫做交通枢楼的 伦敦来说 所以其实那个区域来说 我们集了很多不同的人在那里居住 因为很多人可能要穿梭欧洲 开会的 其实不会住在附近的 甚至可能有些人 他会需要在勒敦周围走的 记住走的 那他要住在交通网络附近的 因为始终永远都是人口最谋性 和最需要活动最繁盛的地方 但如果你说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不同的英国发展商 其实他都会去用一个概念 香港叫做地铁上改 但当然了 因为他过八年历史的地铁站 他没可能是上改上面建物业 但他就会在地铁站附近 甚至想在地铁站旁边去建一个屋苑 而发展商 有些发展商将会建一个新的出入口 以火谷屋苑来说 其实如果在英国和伦敦来说 其实比较真是新穎的 就是在屋苑里面有个地铁站出口 所以其实我们在香港 其实生活真的很方便 去哪里都很快 如果真的突然间要移居了 去到英国伦敦的时候 如果真的没有这些交通配套 其实香港人其实未必那么适应 我们除了说这个地理位置之外 都要谈谈那层楼的质素 你们之前都有提到 其实我们香港人都喜欢买新楼的 新楼都有包现楼还是买楼花 其实如果是套用在英国伦敦的物业里面 其实两者有什么特点 还有当地的楼花期又是要多长 要多少年 不如先说二手 即 allons谈谈谈谈谈谈谈 其实有点比较不好的地方 我会认为在伦敦中有 12例子 产业传入地租 有时地租 在比较一 nov计 Dame Credit 但是地租租は很短的时间 以及做一些短短时间 只要接管保登位置 所以对于 development 是差不多8萬港幣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是不好的 例如另外一件事不好 譬如買二手樓有一點麻煩 就是隨時你不要臨時合約 不像香港那樣 你今天談了這個價格 OK的,沒問題 但可能因為英國會做一個手續 就是你去驗樓 大概過程都要兩個月的時間 但可能到最後一刻 它會跟你說不好意思 有個客人會給10萬磅 你願不願意給這個價錢 你不願意我就賣給他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新樓有個好處就是 其實這些你不用擔心 亦有一個保障的 有十年的保養期 其實各方面的配套 我覺得會清楚明確一點 比較二手市場 我們剛才也說到樓花和現樓 其實在英國內 究竟樓花和現樓有甚麼分別 究竟他們兩者之間 大家其實會偏好買甚麼 其實樓花來說 在香港人來說 以前過往的十幾年 可能人們會買樓花 因為可以炒賣 但近這幾年政府已經鼓勵這件事 所以變相來說 很多人都不能夠在樓花之前做炒賣 但在英國來說 其實這個風氣依然存在 我們在說你現在買樓花 可能三到四年之後收樓 你收樓之前你還可以放賣 類似香港的一種炒賣方式 但問題在於是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因為近這幾年 很多叫爛尾事件 他們很避免去買樓花 但我中肯地說一句 其實在倫敦買地的發展商 財力是很豐厚的 其實大部分一些爛尾的地方 那些項目集中在二三線城市 因為他們買地城市很便宜 另外最主要的一個題目 其實在當地人是接受買樓花的 而且一直以來 90年代末到今時今日來說 其實很多新加坡人 甚至是香港人都很厲害在當地買樓花 去投資 甚至是買樓花之前 去買一些心意的單位 因為去到差不多 我們叫做現樓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的經驗 很多新樓的現樓都沒有了一房單位 甚至是景觀比較好的兩房單位 所以這件事都是我們叫做和時間競賽 其實不論是現樓和樓花 在海外賬買樓 個人責任非常重要 所以做了決定之前 一定要查清楚 在現樓可以看到一支樓 買樓花查清楚法律文件 亦都有不同的保障 香港人去到外國 最喜歡的是什麼 香港居住環境狹殺 最好當然是住居住居住 但其實很多外國朋友 他們反而喜歡住居住 夠設施齊備 又夠自上潮流 如果我們真的去倫敦投資 其實House 和Apartment 兩人物品出租 回報的値數上會不會有些分別呢 又或者會不會哪一樣東西容易租一點呢 倫敦市中心 如果你是真的想買一個House 一定是天價的 坐底你都沒有二、三千萬 你都不要想了 所以來說 如果你說回報來說 誰是比較好 其實我想大致上都是差不多 但Apartment 一定是受現代 比較常受歡迎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租樓 倫敦未必會當作一個家 他們只是當作一個居住環境 因為他們在那裡工作 譬如說我們有些舊的同學 他們都未必會在家裡 即是一家大小都會在外面 只不過是星期一至星期五在那裡上班 總之星期五晚可能會開車回到那邊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選擇以一個Apartment的方式 他們亦都不需要煩 始終都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House 未必會有回所徹師 他們有這些配套會選擇多一點 當地除了有些人會租樓之餘 有些人都會自住 自住的時候當然要考慮那層樓 究竟它的材料好不好 它建的時候又建得好不好 那就要參考一下發展商 究竟是一些什麼的發展商 你們會建議他們會選擇一些 上市大的發展公司 還是一些中小型的發展公司 其實兩者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跟客人說 我們建議買上市發展商的項目 因為上市發展商始終都有一個知名度 甚至上質素上一定有保障 當然在英國倫敦來說 也有很多中型的發展商 其實它未上市 但它的資金很雄厚 它就會設計到一些很有個性的項目 例如它會保留一些外牆 後面重新翻新的物業 都有的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看客人喜歡什麼風格的物業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看他本身的預算 以及他想住的區域在哪裏 Alick 其實我們曾經也聽過 在英國有些樓盤發生過一些難尾事件 如果有些買家真的決定了 在海外買樓去英國買樓 有什麼方法可以保障自己多一點 通常我都是首先叫客人買一個 比較有知名度的上次發展商的項目 第二件事來說 有些未必避免得到 可能有些經濟因素環境影響 令到資金可能斷鏈或蓋不到樓 但英國政府來說 其實剛才剛才有提到的 其實購買新樓的一個叫做 neal home insurance 即是一個保險 它是保障你物業的10年 即是我們叫做外場結構 水喉 甚至是裡面整個 structure 的保障 但當然在你樓盤的階段裡面來說 它保障你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 down payment 上面的10% 萬一發展商真的是我們叫走路貨產 其實英國政府裡面的neal home insurance 其實它都保障你頭10% 當然如果你要付20% 還有30%的down payment 就保障不了了 只是保障到你頭10% 始終買樓都是一件大事 涉及的資金也很多 其實大家都應該做多些功課 了解多些每一個發展商 或者每一個項目的背景資料 先好去落決定 我們一年三集 跟大家說了很多關於英國的物業 以及它的住宅市場究竟是怎樣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acebook page 記得按下鐘仔 就可以留意到我們最新的資訊